我們現在介紹這道菜為雙筍機絲 首先包裝打開來裡面有乳筍、漸筍、機絲、蒜碎 自備的調味料有沙拉油兩大匙 鹽巴、味精各一小時、水50cc 首先我們鍋中先加兩大匙沙拉油 爆香蒜碎 等蒜頭的香氣出來之後放入雞絲 把雞絲炒熟之後放入乳筍跟漸筍 略微拌炒之後加入水50cc 放入調味料、鹽巴、味精各一小時調味 放入調味料、水50cc 拌炒均勻、即可起鍋 放入蒜頭的味道、西瓜、味精各一小時 拌炒均勻、即可起鍋 我們雙筍機絲完成